印尼政府大力扫荡毒品犯罪 目前共有11名台湾毒贩在印尼被判死刑 驻印尼代表处呼吁切勿以绅士法 根据中央社报道 印尼吸毒者达640万人 每天约有33人死于滥用毒品 因毒品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8亿美元 2016年有250公吨毒品流入印尼 最大来源是中国 其他包括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非洲及欧洲国家 印尼大力扫毒 台湾毒贩也成对象 根据印尼官方资料 目前共有11名台湾毒贩在印尼被判死刑 也是近年来台湾嫌犯在印尼被判死刑人数最多的记录 此外 从去年至今已有4名台湾毒贩在印尼警方弃毒过程中被击毙 另约有30多名台湾人士被囚禁在各监狱 其他人多因印度被捕 驻印尼代表 城中指出印尼政府打击毒品日趋严厉 并允许执法人员射杀拒捕的外国毒贩 他呼吁切勿以绅士法 运毒来因你的念头联想都不要想 忠实电子报